NCT成員倒音最近前往米蘭 参加时装周引发关注 帅气的贵公子造型受到粉丝好评 翻翻表示倒音站在窗台上抛出飞吻 完全就是罗米欧王子 真的太让人心动了 而倒音在参加完after party后 也在场外和粉丝们互动 然而有位粉丝粗暴地向他走来想要签名 这位粉丝的行为让倒音吓了一跳 法案也第一时间强行阻拦 场面有点混乱让倒音差点跌倒 但之后倒音在走上车的时候 还是跟等待他的粉丝们挥手打招呼 其他粉丝们表示干明粗鲁的粉丝是私生犯 因此在网路上引发了批评 约此前凯散的家被闯入 泰荣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让粉丝们对于这位私生犯的行为格外愤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